另外一项调查结果是卫生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国人十大死因统计 其中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已经连续31年蝉联第一位 平均每12分两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而死亡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口腔癌的死亡率比起10年前大幅攀升 国人最新十大死因统计出炉还是以恶性肿瘤癌症的死亡人数最多 101年共有43665人死于癌症 已经连续31年高居国人死因第一名 这些癌症主要的危险因子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吸烟 搅槟榔 还有饮酒 还有不规律运动 还有不健康饮食 私生艺人徐峰年轻时常熬夜 靠抽烟 喝酒及搅槟榔来提神 后来被医师诊断 罹患肺癌 食道癌以及口腔癌等八种癌症 在今年三月不幸病逝享受68岁 医师说男性离坏口腔癌的死亡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点二 而且死亡率比女性高出十一到十四倍 柄榔纸就是一个致癌物 当然柄榔的一些添加物 食类红灰甚至还有所谓的黄脏素 这些都是一些引起癌症的一些病变的因子 当然酒精它的乙泉本来也是一个致癌的毒素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造成口腔癌病变的因子 国建局这次调查发现国人癌症死因前五名分别为肺癌 肝癌 结肠直肠癌 乳癌以及口腔癌 平均每十二分二秒就有一人因癌症而死亡 不过在国人平均寿命部分则有增加 男性为76.2岁 女性则为83岁 记者赖审许起风 台报道